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顾作Six 我是陈小鱼 今期分享 梯式鲜虾粉丝煲 一道容易简单又好吃的制作 粉丝需要浸15分钟 所以我们先倒些水 我用8只新鲜海虾 剪走虾头尖的部分 还有虾肃和虾脚 不要忘记 现在还要挑起虾肠 调味料方面用1汤匙半的鱼炉 2汤匙蚝油 1茶匙糖 1茶匙老抽 用250ml的水拌匀 粉丝浸15分钟 倒入水 然后倒入刚刚调好的调味料 还有刚刚处理好的虾浸半个小时 让粉丝和虾吸收汁 让它更入味 让它浸的同时 我们去处理其他材料 准备黑白胡椒 1茶匙 1茶匙 硬一下 中一下 但是又不用太碎了 让它有粒粒的状态 加深啟蒜头 和一粒干葱头 最后再加上芫荽根 放在一起中 不需要粘到它很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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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炒出它的香味 切成几片的姜片 可以开始煮了 正宗蒂色版本 用猪油 而我的版本 我用我的秘密武器 虾油 想知道这个虾油怎么煮 按上面的连接 加2大汤匙的虾油 放入姜片和刚刚中碎的材料 爆香 只需要炒几分钟 炒到你看到明明金黄色 和香味已经散发出来 就可以开始倒入汁 夹粉丝 然后慢慢排虾 排完之后 放入芝麻油 放入芝麻油 然后盖上盖 最后在盖边 撒一圈的韶庆酒 用中火煮三分钟 然后开盖 看看什么状况 可以看到它开始收紧汁 就拌一下 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看看粉丝也已经煮到透明 和虾已经熟了 哇 真的很香 排正的虾 放入葱花 和芫荽 这道菜就完成了 我时不时都会分享南洋菜 喜欢这种料理的话 就订阅我的频道 有新影片就会通知你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